我现在是在塔通寺 进去看一看什么样 先看这个观音菩萨 他这个地方这个寺庙好像是在 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是在大概八楼 风景哎呀实在太舒服了 这边都不用空调 这是可以一层一层下去的 这还有电梯可以坐 坐在这台椅子上望着后面 微风吹着是不是很爽 但我告诉你们这些长椅我是不会坐的 为什么不会坐呢 带你们看一看 因为这是一个空旷的空间 位置又高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鸟进来 这上面普遍的都是鸟屎 而且不光是这个长椅上 整个大殿里面也很多 整体卫生还行吧 但是确实非常的爽 我现在呢是在塔通殿的第二殿 它一共有九层 第二层被封闭了看不起来 刚刚经过的是第一层 接下来我们要一层一层往上去看 我现在是在塔通寺第三层 我现在是在塔通寺的第四层 这里依然是封闭的不能进 我现在呢是在塔通寺的第九层 塔通寺也被称为双龙寺 就是因为后面这两条龙 我身后的供奉的这两座巷 是以前泰缅边境战争 泰国皇室的人 然后具体是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但肯定也参加战争了嘛 我现在就是在塔通寺第九层的塔的门口 这个塔通寺只有两层可以进入 一个是第一层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九层 塔通寺是一座九层寺庙 每一层都有一座寺庙或是佛像 但是呢不是很明显 所以大家需要留心观察 刚才最大的那块平台是第一层 第八层的规模最大 太北地区呢有大量的华人后裔 所以这一层的中国元素非常多 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很开心 在第八层寺庙的平台一角 有提供免费的稀饭 如果大家清晨到达这里 可以置身在从山下升起的云雾之中 宛如云海一般非常神奇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 泰国这些蜡象的制作水平 比国内的制作水平高很多 我们现在所处的其实是第八层玉佛塔 因为供奉有很多高僧的舍利 所以其实也是舍利塔 塔内像一个博物馆一样 有大量的收藏品 琳琅满目 在中心呢有螺旋楼梯 可以上到他地 这里才是第九层 接下来我们去第九层的小二楼看看 这还有陆雨呢 这有一幅球鹰的画 熊风 关那尔阁 唐三藏 我们现在是走这个盘旋楼梯上楼 然后这个楼梯也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家看上面 这骑士实际上是盘旋楼的一条龙 一楼呢是龙位 最上面呢是龙头 整个第九层是可以在外面绕一圈的 然后它也是既在这里的中心 也是一个比较高点 所以周围都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个塔通寺是真的 就是头疼 一开始呢 到了那层 我以为是我们开车直接上了第八层 因为它有楼梯可以往下 地点又非常高 但其实那个是第一层 然后之后呢 刚才我们到了那个第八层 就是里面有很多博物馆的那个 我以为那个是最高点了 其实那个还不是 这一共有九层 我现在才在第九层 我头疼 来到第九层的话 旁边这里有个小小桥 你们如果想乘船的话 就可以从这里去码头了 稍微有点远 但是这是一条路 从这里可以到码头 坐船去青莱 非常推荐大家 这个码头去青莱的船呢 有没有船 一天发几趟 多少钱 不知道 唯一确定的是 以前有船 从这里码头到青莱 时间是六小时 当时收费是五百泰铢 现在不知道 这只是一个 就是旅游行程吧 我建议大家可以问一下身边人去 因为我跟朋友乘车的 我就没办法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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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